來 地震發生時 正在飯店度假的遊客 拍下了天遙地動的時刻 酒店猛烈的晃動 傳出撞擊聲響 這邊建築物通過地震考驗 但是往外面看 山崩了 各地應該落石不斷 還有 很可怕 翠綠的山頭 因為山崩成土飛揚 瞬間煙霧瀰漫 山崩的時候 白羊步道遊客受困 一名西大人 因永救人 一張照片 胜過千言萬語 藍衣的男子 緊緊擁抱灰衣男 因為這是救命恩人 他救了十多人 還背出無法行走的傷者 直升機飛來後送 傷者之前 被救的人 特地跟救命恩人合照記錄 游客說熱心的西大人身手很好 有救援的經驗 地震發生時用繩索救人 他還有一個身份 是前大使蔡爾晃的外國女婿 前立委王世勳參加教會活動 也剛好在天翔 他說比921還可怕 地震前 游客在天翔青年活動中心 拍照留念 後方的背景 山谷上空 白雲被陽光染紅 形狀有如展翅飛翔的火鳳凰 專家說 這是大氣現象 不過很巧 拍完幾分鐘之後 發生地震了 TBS新聞 陳家貴 吳淑平 南投報導 又有一班巴士 抵達指揮所 這些乘客都像是 接候餘生 不只有台灣旅客 花蓮更是外國旅客愛跑的 旅遊景點之一 終於露出笑臉 帶著小孩來到台灣 遇上地震 恐怕讓這些外國人 此生難忘 他們是來自 羅馬尼亞籍的旅客 因為土石崩塌受困 在4月6號的 搜救行動當中 是第二波被救出的民眾 一天之內 從早上開始到下午為止 已經救出4T次 一共是51名成年人 4名小孩 由直升機把人帶下山 再用軍卡或者是巴士 送到指揮所 初步檢查身體狀況 有沒有哪裡疼痛 最後自行離開 距離太魯閣金英酒店約2.7公里的河流露營區 也有19位民眾到飯店求助 有水有電還有糧食可以果腹等待 搜救隊員救援 另外為了解決通訊問題 述發部運送低軌衛星設備至天祥地區 以及指揮所協助建立救災通訊網路 可以用即時影像或語音回傳災區狀況給應變中心 也讓受困災區的民眾取得網路回報平安 可以讓家人稍微安心點了 TB新聞總報道 躺在病床回想起當時心有餘悸 這一次都撞擊 撞擊之後 有人就卡在那個鐵欄杆那邊 然後我在這安全帽 一直走一直往我身上砸 馬路已經裂掉 我以為我人已經走了 然後我一直喊著媽媽 媽媽救我 還好當下一輛車行進 聽見她的呼救聲才護救 她就是山岳村民宿的員工 當天早上原本要騎車上山 結果到一半劇烈搖晃 不斷的碎石往她身上砸 傷勢相當嚴重 左手臂骨折斷裂 還好戴著安全帽 才沒有重擊頭部 我要睡覺 只要聽到咕嚕咕嚕的聲音 會有那種恐懼 心欲救回一命 但對她而言 這個經歷已成為陰影 連睡覺都無法安穩 因為我們那些生意很好 簽訂完85個客人 而且有世界各國的 哇我接到好多辦事處的電話 一直在追說他們的 他們國家的人安全的 我要衝上來可是衝不上來 她不只是村長也是民宿老闆 一接到電話了解情況心很急 卻幫不上忙 因為沿路都是落實 員工即時回報 85名旅客全數平安 特搜隊人員隔天下午 馬上把人救下山 這一間民宿位於花蓮縣秀林鄉 距離燕子口部到入口 約0.7公里 徒步就能到 民宿以太魯閣為主 保有原住民風貌 及傳統懷舊味道 三種房型 最多可容納120人 突如其安的天災 余震不斷 不只斷路斷電斷訊 連民宿都被砸得殘破不堪 還好旅客全員平安 也讓大家鬆一口氣 TBN新聞連傳宣言身份花蓮 採訪報導 阿聯發生規模7.2地震 從遠處就看見前面的山體崩塌 目擊駕駛嚇壞了 連忙驚呼山體崩塌 揚起大量塵土 不到10秒鐘落石就崩落到地面 路過車輛全部急踩油門 擔心被埋在裡面 這是一輛銀色休旅車 也顧不得逆向行駛 直直往前衝 大量土石向在後方脊椎 只差幾步就要淹沒車輛 這驚險場景 玩如拍電影一樣 瞬間在網路爆紅 被網友封為花蓮縫底鎖 不過就有民眾貼出另一個視角影片 山體崩塌沒多久 這輛銀色休旅車就經過了 從側拍影片發現 車主速度並不快 但這劫後餘生的畫面 讓人捏把冷汗 連車商都出手了 在粉絲專業PO文 說看了影片 擔心又震驚 車主衝出攤房現場 希望他能報平安 還強調希望車主 可以回到服務場 將徹底檢查 希望說 驚險逃難 短短幾秒鐘 跑贏死神 這段路恐怕讓車主永生難忘 TVB的新聞最後報道 才剛提醒減速慢行 電話又進線 回報路況 氣墊任強震後 花蓮重德站月台受損停用 但有旅客三天後 搭自強號 經過重德站 到了重德隧道 疑似聽到落石砸下的巨響 就有那個車頂有一個很大的爆炸聲 有乘客說有患到落石從車頂掉落 這名男子搭乘自強號 44一次和懷孕四個月的妻子 坐在第八截車廂 5號晚上7點20分 從花蓮到台北 5點半個小時 7點50才上車 在8點20分左右 重德隧道內聽到巨響 趕快通知列車長 整趟車程延誤近一個小時 我們已經停在南號了 台鐵回應 旅客向車長反應 聽到疑似外霧撞擊應音 在8點47分 臨庭南澳站 因為飛半客車站 旅客不能下車 由司機員下車檢查後 發現沒有異狀 就繼續開車往前延誤9分鐘 余震來臨各站也都會通報 經過的列車要小心行駛 我們這裡的震度有達到四級 第一趟列車 三十公里運轉 第二趟列車以六十公里運轉 等到後面的電力維修車 及工程維修車 巡查路線 沿著海線空拍 從德站附近 土石大片坍塌 雖然台鐵正常營運 但經過仍有風險 五號下午 和平到和人間 東正線 就發現鋼軌方向不整 立刻封鎖路線 改單線 雙向通車 台鐵在五號晚上 初步整理後 降速慢行 回覆雙線通車 旅客北返回家 機票搶不到 只能搭台鐵 在漁鎮不斷 東部軌道交通難免有狀況 俗信指示行程延誤 沒人受傷 特別新聞綜合報導 但這什麼 開車 往前在下面 對 你們要等開你們的車出去 對 對 不會太危險 強震發生的三號下午三點半 三四十個人 守在太魯閣公園的惠德休憩區 說是要等路通 把車開下山 原來他們的車子受困在隧道內 擔心車子受損 不顧人身安全 把遠景擠壞了 他們是卡在小清水隧道 車子在隧道裡面 車子先放著 先放一邊了 還好一行人 全被請上了鑽車疏散 沿途行駛 龍不房有大石頭擋路 一旁的護欄也被巨石砸毀了 下山途中 砸落在馬路上的巨石 讓人心情膽戰 難以想像 這要是砸中人還得了 不怕死的再跑進來 原景級專車司機冒險救人 民眾這才驚訣 死守在車子旁等路通的想法 真的太天真了 好 謝謝長官 當時有40位民眾 受困於匯德休息區 那因現場 山壁不斷有落石崩落 加上餘震不斷 然後十分危險 同學入園只有680人 那經過我們欠除後 沒有上山250人 已經下山有114隊364人 就地避難50人 正在下山有兩隊8人 還好警方當機立斷 強制撤離這群一度堅持 守在休息區的民眾 才減少代員數字 目前太魯閣國家公園 還有兩隊8人還沒聯繫上 TVBS新聞高志鴻花蓮報導 真的封城普普 受困遊客翻山越嶺 從天翔津大嶺車隊下山 河灣所設置管制站 一一登記人車 車上都是一層黃沙灰塵 旅客力竭歸來如是重負 也餘寄猶存 有遊客拿出手機 翻出當時的影片 山風時想到的事 回不了家了 四角都掉下來了 都崩下來了 太恐怖了 我們不能回家了 經過了四天 車輪陸續通過管制站 要下山返家 有汽車 有機車 還有遊覽車 還有騎士剛好在環島途中 機車複掛簽名版 要多上一筆華蓮地震紀錄了 即使在脫困的路上 目睹山路上的落石 有得像車一般大 依舊觸目驚心 一路上來會怕嗎 會喔 剛開始超怕的 超怕的 超怕的 因為怕又遺症了 還沒脫險 已經脫險了 已經在這裡安全了 這邊比較安全嗎 接著回去就 一路上通了 好好 平安 平安過來真的很好 還有遊客是從美國加州回來台灣 和家人一起出遊度假 脫困之後滿心感激 最恐怕就是 after地震有幾百個aftershock 就雨震了 對 何況這邊旅館的人 他們都很有耐心 他立的所有這三四天的話 很成功了 脫困的遊客 由天翔到荷環派出所 經大雨嶺 可以往荷環山從南投往市區 也可以從大雨嶺 往黎山街台七線到宜蘭 不過是山路比較容易有落石危險 從天翔經荷環山到南投埔里 需要一百多公里山路之後 才能下山返回平地都會區 受困遊客陸續撤退 下山返家 TBS新聞陳家貴無數平 南投報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